市面上有很多血壓計,究竟是電子血壓計比較好,還是水銀血壓計比較好呢? 哪些牌子的血壓計比較值得推薦呢? 本期我們繼續請來美亞醫療集團資深內科家庭醫生陳鴻傑 和大家談談如何挑選血壓計的問題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點贊和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 同時不要忘記訂閱我們的頻道,以獲得視頻更新通知 你喜歡的血壓計嗎? 寧院也是水銀最準確的 即是說水銀我們通常在醫務所或醫院使用 但是很可惜這些血壓計是需要加上聽筒 還有需要有少許的經驗才能量度得到 通常如果是病人在家裡測量血壓計 我建議他們買一些電子的血壓計 有幾款我昨晚都做了一些研究 覺得比較上好 也都是憑著過去跟病人說 我有三個模特兒可以建議給大家 第一個牌子是M1 M1 OMRON 這個牌子的血壓計好像是一個領導者 因為他們已經出了血壓計很多很多年 就是AMRON PLATNOM 是BP5450的模特兒 這個模特兒 這個血壓計相對上是比較靠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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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 所以這裏是BP5450的模特兒 這個價錢大概是80元左右 如果你可以付得起 這個是值得去買這個血壓計的 第二個也是同樣都是這個牌子的 Consumer Report也是不錯的 它也是同樣是AMRON AOMRON 這個牌子 它叫做10 Model 10 Series 系列的 它那個Model Number 是BP7450 BP7450 也是同一個牌子 都是排名第二 在Consumer Report那裏 第三個是AMD Medical A是大草A D是大草D Medical Model Number是UA767F 這三種家庭用的血壓計的效果都是不錯的 在醫療用途方面 現在的智能量度血壓的手腕錶 其實準成度都不太好 他們做過一些研究 那些智能的手錶和原本的血壓計 都有一定程度的差別 準成度不太好 所以暫時我本人不太建議 同時我想提出一件事 當你買一個血壓計的時候 盡量買一些血壓計可以綁手臂 因為手臂的血管比較粗和大 而你只是買一些手腕式的血壓計 現在很多所謂智能穿戴產品用的地方 就是帶著手腕 那些的準確性都不太好 可能在未來幾年會發展得更加好 但現在我覺得還有少許差距 我暫時不會建議我的病人買這些 因為智能的血壓計 所謂穿戴產品不是便宜的 一般來說都要至少二三百元以上 有些甚至上五百元 如果是比較起 我們現在傳統式的血壓計 只需要一百元以下 起碼都是兩副至三副的價錢 在家裡用的那些 所謂家居用的那些 就很難會檢查到的 因為他們不會收回 寄回去和你再重複 唯一我們建議病人 就是可以帶來醫務所 和我們的水銀署做一個比較 看看你家裡的電子血壓計 是否正常的範疇 看完本期節目 你對購買怎樣的血壓計 有沒有頭緒呢? 如果有任何問題 歡迎在評論區下方留言給我們 下期我們繼續邀請陳醫生 和大家探討一下 測量血壓的問題 沒錯 多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期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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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期再見